OK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目前这一课 Lesson 3 那一样我们在看这一课之前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这个听力 各位记得这个地方不要快转 这个听力非常的重要 你就听过去这样 这些认识是怎么应该 这个听力很重要 这个听力很重要 这些认识是会自行的 这些认识是会自行的 这子认识是会自行的 还不转了 它是会自行的 是要不要选择 从许多的ste阵书里的 这些认识是就会自行的 所以你只是这些认识的 是数据谈对 是火的 好 那听力这边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本身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他说Olivia 他说了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fter you graduate? Jose 各位这个Jose 不是Jose 这Jose 他就是说 What do you want to do? To do就是做什么 你毕业之后 那各位这边有一个字 叫做After 各位看到After这个字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各位要有顺序 不然你会灰起来 会乱掉 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步先找出 After定位出来 那个Before跟After先定位 定位完了之后 顺序就是这样 翻译的顺序就是 1 2 3 这边英文跟中文 有一点的不一样 所以顺序各位要翻对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由后面往前翻 我翻译一次给各位听 你看 你毕业之后 你想要做什么 了解 你如果Before跟After 容易搞混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那Jose他就说了 Make movies 那各位知道 Movie这个字 它是电影的意思 是吧 Movie Movie这个字电影 那跟电影相关的同一字 还有像Film Film这个字也是电影的意思 这样子了解 那只是说 其实名词 Film这个字 它本身有底片的意思 它当动词 有拍电影 拍电影 好 了解 那电影的里面会有一些什么脚本 那各位那个脚本叫做Footage 脚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怎么拍这部电影 你可能要事先先规划一下 那你那个规划的内容就是叫做Footage 了解 那电影来说 各位电影是比较短的 有没有 一部电影大概是 It's around like two hours 可能快两个小时了 那如果说是比较短的电影 我们就说那个叫做短片 对吧 比如说像那个YouTube上面 那个都是大量的短片 我会想什么抖音呢 什么之类的 那个叫短片叫Clip 各位Clip这个字当动词有剪的意思 剪影片的剪 那你剪下的东西很自然 就会变成短片 这个应该相当的好理解 所以这几个单子来 我再带各位念一次来 Movie Film Footage Clip 各位了解 那个声音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我在念的时候 各位可以的话 就是在心里面跟着默念 各位记得重点绝对不是说 赶快把这些补充 全部把它抄完就好了 不是不是 而是那些声音 语言就是会跟声音有关系 OK 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You want to I'm sorry You want to be a movie director 那我们来看一下director这个字 这个字来 首先 这个字如果说我先把它写下来 各位你会发现这里加上一个or 那之前我有跟各位讲过 加上or的通常都代表什么呢 通常都代表人 好 了解 那所以direct的前面就是动词 什么意思呢 direct前面这个字叫做给方向 这个字 给点点点方向的意思 那director 给方向的人 那是什么人呢 给方向 在拍电影给方向的人 中文翻译叫做导演 这样子了解吗 这个字再来一遍 director 好吗 那director这个字 我再稍微这个单字 再稍微跟各位做一个补充 首先各位刚刚有说了 如果这个字我把它拆开动词 就是给点点点方向 是吧 那这个字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下变化 变成direction direction名词就是方向的意思 你想要去哪边 当然不见得指的是道路 而是指有的时候那种 是那种人生的那种方向 比较抽象的意思 那这个字除了direct direction director这三个字之外 再稍微额外做一下补充 各位 re c 这个字的补充 我有跟各位讲过 re c 这个字叫做字根 没有各位 什么叫做字根 英文的字根 就跟我们中文的步手一样 了解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步手 它会具备有什么样的意思 那re c 这个字根 它中文的意思 叫做正确 通常各位你如果看到re c 它如果在里面 你就可以猜猜看 它会不会跟正确有关 正确的东西都是直的 好不好 来 那我们来稍微做一下补充 这边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re c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字叫 correct i'm sorry correct 那各位correct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它叫做正确的意思 正确的意思 好吧 那还有这个字叫做 刚刚给的那个字嘛 direct direct 这个字是方向 那你想方向当然就是直的啊 了解 那还有这个字 erect erect 各位那个e e这个字就是out 出去 把直的把它弄出去 弄得非常出去 比如说直的本来是这样 你把它弄出去 加长延伸 erect 这个字有弄直的意思 它有垂直的意思 那如果当当动词它有建立 你想吗 你盖 有点类似同意字 各位同意字这个字 有点像build 你在盖什么东西 用dig 因为没有看过弯的 好来 那接下来这个字 还有一个字叫做 好 切一下音节 rect rect 各位那你有没有看到rect 那tangle angle 各位这个字angle在后面 各位这个叫做角度 角度 直的角度 各位这个叫做长方形 好 这样子了解 好 来 那这几个字来带各位再念一次来 correct correct direct direct erect erect rect rectangle rect 好吗 好 来 那这接下来我切换一下画面 就是想要当那个电影的导演 you want to be I'm sorry you want to be a movie director yes that's my plan 各位plan这个字 应该我想没什么问题 这个字就是计划的意思 那是我的计划 I'm going to film school now 我要去film是电影 school 这个字是学校 那各位你真的会了解school这个单字吗 其实你不见得认识它 首先school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叫做学校 它除了学校之外 各位学校是不是有一群人 它还有团体的意思 一群 各位这个一群特别指的是一大群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你看得懂中文这个意思吗 鱼的学校你以为是Nemo吗 不是不是 这边a school of指的是一大群 比如说像沙丁鱼有没有 一大群的沙丁鱼 那各位这个字它也可以做一下变化哦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样 SCH各位前面都一样 后面到这边几乎都一样 它只是后面这里改了 跟你只先看SCHO 到后面这里改变成 各位这个字我们逆一次来 各位你有听到CH这边已经变音了 变成K 其实CH这边变音 各位你看 正确来说并不是K 而是K 它后面遇到母音 从无声的K 变成有声的K 各位遇到声音这个 我讲的都非常的基本 所以各位 你还是不要快转的好 再来一遍 各位你仔细听 CH的声音是K 了解 那这个单字 scholar是什么意思呢 在学校里面的人 我们再说他是谁 学者 OK 那除了这个字scholar之外 各位这个字还可以再做一下一些变化 scholar后面如果加上ship 变成这样子 scholarship scholarship 各位那个学者会领什么 学者会领奖学金 表现非常的优秀 所以这几个字我们再念一遍来 school scholar scholarship 了解 OK 那他说他去那个电影学校 I'm studying for my bachelor degree 切换一下 下面 好这个字他的音节念法 叫做batchelar 各位这边有没有很多说 你看CH这边又不发k 他回来那个ch batchelar batchelar 各位这个叫做学士 了解 大学生毕业叫做batchelar 好那如果说像是硕士 各位硕士叫做master 像老师我我就是硕士毕业master 那如果是博士没有问题 就是doctor 刚好所以大学 硕士跟博士 那degree在这边的意思 就是所谓的学位 好各位degree这个字 他多多少少 他都有等级的意思 这边同一字来跟各位补充一下 像等级相关的同一字 比如说像level这个字 以及class这个字 那个班级这个字 他也有等级的意思 class这个字 那比如说我们常说 有些人有没有 我这个highclass highclass就是那个等级很高 就是那个品位啦什么很高 highclass OK 那接着我们继续往 其实像各位你如果去搭那个飞机 像那个什么经济舱啊 商务舱 你像经济舱那个 他这个也是用class 等级 其实各位你可以想象 有时候分班就是在分等级嘛 有没有 像我们英文就有A组 B组 C组 一样的概念 所以 excuse me 所以回过来 bachelor degree 就是 说 不好意思啊 讲错了 sorry 大学学位 好吗 接下来继续往底下看 但是bachelor degree which film school do you go to 他这边讲到 teach school of the arts art art这个字是艺术 it's part of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各位纽约大学 各位在哪边 在纽约嘛 Oliva继续说了 oh I know that school that Steven Spielberg Steven Spielberg 这个人就是 Steven Spielberg的学校 right 结果Hose就说 No I think he went to school in California California 在那个加州 在美国的东半边 讲错了 西半边 在美国的西边 好吧 but Andy is a graduate of my school graduate 各位这个是毕业 Andy 里安 里安这个学校 纽约大学毕业的 那里安那个时候在 他读纽约大学嘛 纽约大学读完之后 他就是写电影 那各位 他有六年的时间都在家里写电影 Laktan 五到五年 我是说里安啦 里安大概就是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他是蹲在家里写电影 那时候他有说 就是他太太带着他 讲错了 对啦 他太太 里安嘛 他在家里写电影的是什么感觉 就是他太太带着小孩出去上课 太太去上班 然后里安就坐在那个楼梯 送太太跟小孩出门 然后他自己就回家继续写剧本 各位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那各位你知道是美国 那个时候他的剧本 他就到处投递 可是并没有受到很多的那种 欢迎跟采用 就是常常就是投递之后 都是石沉大海 那或者就是说有一些电影 他剧本写出来之后 他自己感觉不满意 所以他也没有寄出去 各位 这一段时间 五年到六年 各位你想想看 你的另外一半 我是说 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未来的老婆 他愿不愿意支撑你的梦想 支撑到六年那么久 各位六年没有工作 就是在家里 各位不容易 那后来他李安 他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想说要打到回府 那他太太就说 就是你都写了那么多的剧本出来了 你要不要这个死马当火马医啊 他就把他其中有一部 李安有一部 好像叫做推手吧 这个李安有一部电影的那个剧本 就给他寄出去试试看 瞒着他就给他偷偷寄出去了 那没有想到就是这部电影 中文名字取得非常好 推了李安一把 那各位现在李安有多厉害 各位你可以想象 像这个Life of Pine 这一部电影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他后来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用这部电影又得了什么 最佳导演奖 The Best Director 最佳导演奖 那各位得这个最佳导演奖 多么不容易 他那个同期 跟他在竞争的 还有史蒂芬·史批博 那史蒂芬·史批博 他那个时候电影 是美国英雄的电影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就是林肯的样子 各位 史蒂芬·史批博是美国人 他拍了一部电影 是跟美国英雄有关 李安是 当然对他们来说 他就是外面来的 当然就是移民过来的 他的电影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却是这部电影得奖 你看那个李安的等级有多高 就厉害了 总之就是非常厉害 这个我曾经看过他的传记 那或许里面会有一些出入 不过大概的剧情 大概的李安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 那跟李安很像的 我们台湾还有另外一位 非常厉害的导演 那个叫做魏德胜 魏德胜也是 他就说 也不是说他的传记 我曾经看过他的报导 就是他常常就是 骑着autobahn 载他太太 他太太在银行业上班 我是说魏德胜 拍那个赛德克巴莱 以及海角七号的那个魏德胜 他就是他太太 载着他出去外面上 他太太骑着autobahn 载着魏德胜去外面 那魏德胜就是留在 比如说咖啡厅呢 还是哪边 写他的剧本 然后他太太就去上班 各位六年 一样是蹲了六年 哇各位你看另外一半 有多么重要 能不能支持你的梦想 至到六年 你跟我理想想看嘛 你跟你的老婆 或者是你跟你的女朋友说 水母亲爱的 我的梦想需要六年的时间 你愿不愿意等我六年 那另外一半就说 好啊好啊 你有梦想当然最好 可是这六年我没有办法赚钱 你要赚钱给我 让我吃让我住 对啊这不容易啊 这个我看先不要讲 先骗到手之后再说啦 开玩笑 所以The Director of The Life of Pi 他是少年拍 《奇幻漂流》的导演 Another famous grad 另外一个叫做Martin Scorsese 我应该没有念错啦 这个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接着继续往底下看 That's cool So do you want to make films like theirs? make films就是拍电影 想不想拍他们相同的电影 Not really I want my movies 我想要我的电影 to be less less是少一点 serious 各位 serious 各位serious这个是中文翻译 叫做严肃 我想要让我的电影 不要那么的严肃一点 了解啊 以及fung near fung near就是有趣一点 好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刻了